是哪种食材让铁峰老师如此感慨 我对他有三大遗憾 郑华老师回忆当年的原生态吃法 具体是什么样的 就是吃那种从地里刚拔出来的那个 鲜 带着泥带着沙子 抖漏 抖漏不开 上河里边就去甩 甩 洗一洗 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益育师铁峰老师 赵华老师你好 铁峰老师好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铁峰老师 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就想问问你 这么多年 您遇到过什么 让您感到遗憾的事了吗 那太多了 还挺多 很多遗憾 首先我没当过兵 我们家我阿哥都是军人 我没当过兵 在今天上我比你骄傲 现在你要说 遇到过很多健康方面的事 你要说因为你做这工作了 心急就多了 你比如说 三十年前 我要都注意点控制这体重 是不是 我是不是不能就在35岁就高血压了 我35岁2005年发现高血压的 我有很多事情都说 我2005年我怎样怎样怎样 因为那一年我高血压了 35岁 这一点上我遗憾比你多了 如果我能提前做好预防 你包括在饮食上多下点功夫 是不是 那能这样吗 是 你就能控制得很好 对 但是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人 他在这个事上不以为然 小问题就拖成大问题 是不是 其实要说遗憾 那些人比我遗憾 对 对不对 我听明白了 说我呢 说我呢 我说的那些人都没了 那不是 幸好我还现在 你问我吗 都是什么 真的 我们都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而且 郑华哥 你说遗憾 遗憾这种感觉 我最近很感慨 我为一种食材感到遗憾 遗憾 食材 哪种食材 这就跟工作大上关系了 花生 具体来讲 花生 我对它有三大遗憾 你说第一 先说第一 第一 花生有利于血管和心脏的健康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该吃的不吃 不该吃的乱吃 对吧 第二 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他这做法不对 本来是一个很健康的食材 弄得反倒不健康 第三 就是有很多人 没有很好的去吃的 没有正经吃的 没有利用好 没吃好 这个提法 我头一会听说 是啊 这个花生吃的很不正经 这个花生正不正经 我不知道 反正花生是好东西 不是 但是提问老师 就是很多人意见当中 咱说这花生能榨油 对啊 那脂肪含量高 那怎么像您说 这血管啊 心脏啊 对这个好 还好 对 你看 你就属于那种 不敢吃的那种 有偏见 我敢吃 首先 首先得知道 脂肪 它也有好坏之分 咱就把它分阵营吧 好的和不好的 饱和脂肪酸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对立的 这是两类 饱和脂肪酸 对人的健康 它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一般都叫它坏脂肪 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脂肪酸 离开它 我们不能好好生活 不能健康 那它就是好脂肪 花生里就含有大量的 不饱和脂肪酸 说到这我就想起来 我小时候 我们村里头 住一个长寿老人 我小时候 他就有九十多岁了 相当的 一到傍晚 他就在那村口 我们那有块大石头 那石头一天 就太阳晒得热乎乎的 这老人家就坐在上面 他那兜里就总有花生 我们这小孩来 一路过 他就航母过去 我一圈一人给 分进这儿 然后看着我们 包括那花生时 一个吃得特别高兴 这老太子看着 他感到 他也高兴 你说这场景 我怎么想起 休记花果山了 他不也好玩 坐在那里 对对对 花生还是 我觉得这个老人家 心态是真好 对不对 而且那个年纪 他能动动掏出点花生 对呀 相当的富足 是 我估计啊 他自己可能也是当着一种养生 方法 他也不是自己舍得吃 就是喜欢孩子 他上哪知道养生的那个年代 他用对了正确的方法 所以他才如此高兽 然后那心态还得好 这个岁数了还能坐在村口 能跟那小孩玩 对 是不是 这是一个好心态的问题 另外还这习惯也好 这个花生刚才我说了 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是好脂肪 它不仅能够促进营养吸收 还是我们身体内分泌系统 合成我们体内那些激素 一个重要的原料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里的胆固醇 分解成胆脂酸 这样一来就能减少体内 总胆固醇和那种坏胆固醇的含量 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 这就是降血脂 降血脂 你血粘稠 胃胸环障碍 什么动脉状硬化 这些常见的 你适当的都是可以吃一点好花生的 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调养身体 难怪这铁风老师他经常告诉我 让我一天吃几日的花生 我真没想到健康作用这么大 你像我们经常说那个什么 什么Omega-6 Omega-3 这些东西 这都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而现在在这个营养界 食品界最火的什么DHA EPA 我们经常看广告 对对对 添加了DHA 这都属于Omega-3的 所以说归根结底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而花生就富含这些东西 这个铁风老师 说的这个吃花生 我这人这点不好 我老是想起我小时候 吃那种从地里刚拔出来的 那个鲜花生 这花生上面带着泥带着沙子 抖落不开 上河里边就去涮 洗一洗 然后拔个有时候就那壳还软的 咱们就嘴里一嚼一嚼一咬 嘿莫白胶 对 把你就嚼去吧 拿着你嚼 哎呀 这个花生啊 咱们也没拔 咱们也没洗 咱们也没吃 但是正环老师这一说 有画面的 哎呀妈这场景 太美了 是不是 就是你看你正环老师把这事说的 带着画面 你看 是不是 而且那个花生不好拔 不好拔 是 我也是觉得拔个都很难拔的 你知道吗 因为它那个土啊 它那是特别硬 所以说这劲儿得云露 你劲儿小了你拔不下来 对 劲儿一大了 秧子下来了 那花生还在土里呢 那你费劲了 你这头呢 这一看呢 这都是在这个事上 吃过亏的人 有经验 对 您那真 沙土地有花生 您要往外扣望 可费劲 但是花生现拔现吃 非常养成 那铁峰老师您这 你不用说 我没地儿给你现拔去现在 对 还想吃现拔呢 我问还有什么好的吃法 之前你们说你好店遗憾吗 就是很多人烹饪方法不对 是不是 你看 这个莫凡 鬼精鬼灵的 变得挺快 是啊 花生怎么吃 那你说现在 咱们要到饭店里 到咱们老百姓家里 那花生能怎么吃 炒着吃呗 对呀 炒呗油炸呗 是啊 香呐 这就是盐爆花生米 油炸花生米 是 这叫下酒菜 对 那铁峰老师这么一说 还真是啊 盐爆那盐 那盐格里多呀 多呀 油炸就更不用说了 全油 健康我那玩意儿 哎呀这时候你想起来了 我跟你说啊 震华那小院它有保留菜 土豆丝 花生米 对 那都老好吃了 哎呀榴莲旺坊呢 这话说的对 这个动不动油炸的 动不动过眼的 对健康不好 你这还得配点小酒 半盘的花生米一进度 高热量高盐全都占全了 对 不提倡 咱们小时候还有一种吃法 花生 花生这还记得了 对对对 外面很多糖 白的 把那个花生放到里面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花生这 第一不是现做出来的 都已经放了很久了 它外面那种花生那个糖啊 都已经软了 对 潮了 是 就不脆 还有呢 那个时候花生蘸里包的花生 哪有好花生 不新鲜 都是臭的 臭子 就是虾包米 虾包米 对 味儿不好 现在自己现做那花生蘸 马上做 好吃 好吃 郑华老师刚才说的 对 不提倡 不提倡 高糖了 全是糖了 对对对 现在我就知道啊 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经常去饭店嘛 嗯 我就觉得到饭店必点的 尤其是喝酒的时候来的事啊 嗯 哎呀 不好吃 来一盘这个盐爆花生米 盐爆 来一盘这个油炸花生米 嗯 但是刚才这个铁锋老师说了 嗯 你说这个 不能盐爆 还不能盐爆 嗯 完了还不能油炸 还不能高糖 还不能加糖 嗯 你说这么多说的 我还让咱们吃花生 嗯 嗯 他弄来弄去以后让我把吃 把吃健康啊 我也在想 嗯 这个厨房常用的调味料 油盐酱醋 是 这让我油盐酱醋糖 嗯 这让我堵住俩了 嗯 那也不能花生半大姜吃 是啊 对不对 醋泡花生有很多人吃 对 对吧 嗯 我建议两种吃法 嗯 一个就是生吃 生吃 嗯 生吃就是醋泡 嗯 用醋泡那个生的花生 嗯 嗯 再有一个什么呢 珍煮 嗯 啊 过水不过油 看见呗 过水不过油 嗯 他煮了 我明白了 哎 铁锋老师这意思就是要亲自下厨了 是啊 就是其实在铁锋老师内心吧 就是已经开始摩拳擦档了 啊 给你做那个花生菜呗 对 做菜了 在他心里说我摩拳擦档 在他嘴里都要口水直挡 我已经擦嘴了 对对对对 就是你在擦擦档 他在磨牙 这样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道以花生为主要食材的健康菜 嗯 我现在给大家准备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聊到了花生的话题 铁锋老师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健康美食营养菜呢 大家想详细了解花生的食疗作用以及健康菜谱都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 铁锋老师还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搭配专属的营养套餐 带给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花生先用清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煮花生 放入葱段 姜片 八角 花椒 盐 把香料的味道熬出来 这是花生米入味的关键 芹菜切成小块 胡萝卜切成小块 把花生放入冷水中加入小苏打浸泡一会儿 小苏打可以增加花生的脆感 还能使色泽更加红润 焯水一分钟 焯水一分钟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淋入适量的芝麻香油搅拌 再加入白糖 食盐 鸡精 米醋 搅拌均匀即可 铁风老师为什么给花生这么高的评价 把果实长在地下 不外露不招摇 在各种的果蔬当中 这属于非常低调的 你想又低调又营养丰富 这叫什么 这叫寒章之门 花生吃法有讲究 吃花生不要吃多了 一个人为了健康 吃花生一天 食力即可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回到演播室 咱们继续聊花生 好吧 这是练什么 干啥呀 练啥 小时候 小时候这么吃花生 这程序不对 人家得抛起来 下来再伸舌头 你能先把舌头扔来 再扛 我说我一直接不着呢 程序错了 你看看 太有经验了 这一看呢 这没少练呢 你看 这就应该是 铁木老师说的 花生在第三诈以下 就是吃不正经 没正经吃 没吃饱 这花生正不正经 我们不知道 吃花生这人 这不行 这事就知道了 哎呀莫凡 你怎么这么能吃花生 这么要吃花生呢 那不行 你万一没露好一下 卡嗓子眼 那里呢 多危险呢 我从小看别人 这么吃花生 我也是有没接着过 咱们小时候 有些老电影里 我们形容有一些 二流的 不务正业的人 打起来那个 有这样的动作 那时候小们 不是跟着那玩意儿学 你不学好啊 他觉得这样是你教法 阿姨说的对 这种吃饱 这就叫不正经吃饱 一大抢住了 掐住怎么办 那是可以出重大事物的 对 你要小心 除了这种 还包括对花生定位的不对 还有定位 定位的不对 现在的花生啊 大多数人啊 应该都是拿它当下酒菜 是 酒菜 对 如果不喝酒 谁能想起来上花生 确实现在印象中 基本就就是 下酒菜了 对对对 就是花生跟酒是绝配 对 实际上花生的健康价值很大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它除了含有大量的 不饱和脂肪酸 还含有丰富的 优质的植物蛋白 一般来讲 100克花生 能为我们提供 25.8克的优质的植物蛋白 什么概念 能占到一个人 每天蛋白质总需求的一半 这么多啊 而且还有什么呢 叶酸 维生素E 辛 锡 香豆酸 白梨卢醇 这都是生物活性物质 而且含量还都不低 是吧 铁方老师啊 那个以前我们老家 我在老家 跟着大人们也种过花生 它和这个别的座物 还真就不一样 别的座物都是喜欢那种 哇 吹过的土地 对 这花生他喜欢长的这个 沙土地 对 就是杀质 杀的含量比较高 这个那个 可以说是不争不强 却能从地下长出一个个 小白胖子 小白胖 充满了果实 这真是花生的一个特点 把果实长在地下 不外露不招摇 在各种的果蔬当中 这属于非常低调的 你想又低调 又营养丰富 这叫什么 这叫含章之门 说的事我突然想来一个就是以前学那个课文 初中小学还是什么课文就是我家后园有半亩空地 母亲说让他慌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是有这个课文 有有有 这个莫凡我跟你说 就现在这个考普通话这个提甲证的时候 就是这篇文章就在里面就是个落花生 所以就是特别有意想 这个文章我也看过 这句是课文 是 帕阿姨说对 课文考试的时候 第26篇延续练 对 那个时候非常经典的文章 那时候教材里上 说要像花生一样 它虽然不好看 可是很有用 背诵并莫写全文 这样一看咱们大家都找到共鸣了 花生 真的是从这个饮食上到情感上 再到健康上 对我们都是大有好处 确实如此 花生自古就是有重要的健康作用感 本草求真理 说花生 润肺 荷胃 致饿渴 反胃 狡气 乳腹 乃少 看 好想起来了 好想就是以前就谁家天人进口了 给新妈妈那个催奶水 必吃的食物之一 就是花生 说到这儿 我想起来 花生还有两个别名 一个叫这个长生果 还有一个刚才那篇文章叫若花生 还有一个叫若花生的 人生的 这两个别名就能看出来 人们对花生的这个健康价值是非常认可的 震华老师这段话说的非常准确 花生全身都是宝 花生壳能脸肺止壳 花生的花 花生的叶 花生发的芽都有特定的调养功效 大家要想知道具体该怎么用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向我们咨询 对了老师 我突然想起个事 就是有时候吃花生 其实像您二维刚才说的 就是吃花生吃那个很苦的那种花生 就不能吃了好像 对 是吧 绝对不能吃 变质的花生里含有一种极为剧毒的物质 叫黄曲霉素 臭花生你吃到嘴里 那味儿是有变化 对 赶紧吐出来 漱口洗干干净净的 这我从小就知道了 还有过敏体质的人要注意 有些人对花生过敏 对 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物质都可以引发过敏 那么对花生过敏的人挺多 另外还得强调一下 吃花生不要吃多了 一个人为了健康吃花生一天 食力即可 食就可以了 食漏了 好 学伯老师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威友都提出了哪些问题吧 我这儿有一位威友叫刘姐 他说自己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啊 就总觉得这腰酸 然后这个膝盖也疼 然后他说以前用过这个胺糖 但是什么呢 感觉效果啊特别慢 他就想问一下就他这情况是不是应该多补一点啊 还是我再配合点这个什么样菜一起补充一下 怎么解决一下 确实有这种情况啊 跟大家说明一下 多补一些 补到一个合适的量 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但不一定非得要用吃的方式 安糖的补充方式其实是很多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案 组合着用 我突然想起来了铁方老师 您这一说 我毛色顿开 想你什么呢 就上回陪您去南方的时候 咱们碰着一位朋友嘛 他用的就是什么 膝盖宝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用在腿上抹的那个 后来你俩还成朋友了吗不是 这怎么还有往腿上抹的 真是 我也用过安糖 这安糖不是吃的吗 你看 我说 莫芳芳就嘴快 上一次我们到这个南方 去学习 当时是莫芳跟我一块去 当然还有别人 在当地呢 我遇到这么一个人 他就往腿上抹一种东西 我就问他是什么 他说这抹的是安糖 我当时的反应 正好老师跟你一样 开什么就 是不是 研就这么些年安糖 没听说有外用能抹的 安糖都口服的 他告诉我 他这是他自己研制的 我接触的朋友 什么样的居多 都是制药企业的多 我也是学药的 制药企业的一个厂长 他用的那东西像啥呢 像护手游 雪花糕那样 往这个地方摸 然后呢 我就跟他聊一聊 那这必须得聊 是 越聊越投机 越聊越投机 然后呢 就变成哥们 泡没我了 后来发生事就多了 就非常有意思了 大家要想听的话呢 咱们在微信上说 不在这说 好不 这位文友叫白云 他说自己今年是58岁了 总是心慌 胸闷气短 然后特别爱大喘气 自己就能感觉到 自己这个心脏啊 砰砰跳 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 然后身体没劲 不想说话 不想动 后来去医院检查过 医生说什么呢 是心律不齐 然后也没什么 其他的问题 就想问一问呢 说自己吃点 什么有好处啊 这个心脏的事 都是大事 所以我就特别有体会 我这个心脏 也总不舒服 铁方老师 你给他吃个招 我也听着 这个在饮食方面吧 养心的食材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香蕉 苹果 羊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水果 都富含着大量的 美离子 这个美离子 对于管好我们这个心律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今天咱们就给他 做一道粥吧 做莲子桂圆粥 这个我在家里 咬这个东西 我要自己一个人吃的话 我桂圆四粒就够了 四粒 我自己一个人吃 自己一个人 一人份 四粒 当然我桂圆的品质非常好 早上呢 我要一个人吃的话 三颗 我要去湖 去这个河 莲子呢 也是四粒到五粒 然后糯米加一把 一把 一把 很少的 然后冰糖可加可不加 我是不加的 洗干净之后 就放锅里熬就行 这个东西啊 我是隔三叉五吃的 用这个粥干什么呢 养心安神 不养心皮 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的 叫白云 白云 对了 平时呢 这个人呢 要平和 不要一起一扶 不要大起大落 别一惊一乍 少熬夜 什么浓茶呀 浓咖啡呀 尽量别喝 它本身就会干扰神经 导致吸力失差 我这儿啊 还有一位叫 我后茶香的 威友 他说了 老师您好 我最近这两个月呀 心里面总是 有咯噔一下的感觉 你说我这种情况啊 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我就老在想 要老这样不行啊 这时候得吃点什么呀 这个心脏问题可是大问题 解放老师 他这属于什么情况 这个可能跟他休息不好有关系 可能跟过于疲劳有关系 有些人呢 在锻炼的时候 是没有节制的 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我们管这叫早搏 心脏的早搏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低盐低脂饮食 吃什么呢 各种绿色蔬菜 胃肠道蠕动的 要叫正常 菠菜 生菜 豆角 吃西红柿 番茄 还有腹梅Q食 这对心脏做个好处 其他就得问医生了 对吧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这节目啊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